你不会是想养我 才准备做这个的吧 咱们战队的直播账号被封了呀 那直播平台什么背景啊 以前就是一家小公司 现在C轮了 好几家集团都参股了 你爸跟周叔也参头了 这肥水还流了外人天了 直播平台是不是还挺挣钱的 爸 爸 去跳一会儿 去吧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她不是封咱们账号吗 咱们直接做竞品跟她们对着干 爸哥 好久不见 小雅来了 我闺蜜村野 进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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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玩骰子 看 开 一 二 三 四 五 没有六感六 你怎么又是我 喝吧 喝不动了 小雅 别喝了 要不换个惩罚 换个惩罚 那就真心话大冒险 你想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 那就大冒险吧 我喜欢刺激的 我们都喜欢刺激的 大冒险 这样吧 你跟子序两个人 把这个饼干吃完 那你就 好人做到底喽 行 行行 醒醒 我闺蜜肉 你喝多了 你闺蜜跟老爸先走了 来 喝点蜂蜜水 醒醒酒 谢谢 你是一点都不记得我了 我们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吗 我是王子旭啊 我们初中是同桌 王子旭 你出国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还真的没有认出来 你看啊 你都忘了 我出国留学之前 还给你拍了一张照片呢 我记得呀 那照片呢 还在吗 我找不到了 那你等一下啊 我们一会儿啊 再拍一张 跟当时一模一样的照片 当时 我摆了什么姿势来的 拍吧 对了 你朋友说你是个网红啊 看看 你可以啊 大网红啊 刚好我正准备搞个直播平台 你有没有兴趣啊 你准备投资直播平台 你准备投资直播平台 对 最新的计划 我怕那些传统的互联网 我不感兴趣 想搞点有意思的事 你不会是想养我 才准备做这个的吧 你别扯了 你就说你签不签吧 那你总得告诉我 你具体的规划是什么 还有 你准备帮我付我约金吗 你想怎么做 我想听听你专业的意见 我哪有什么专业意见 你这是在给我画大饼呢 我从来就不画饼 都是来真的 可是选择权赞你 紫薛 你的邀请 我会慎重考虑的 好的 你考虑一下吧 请问您和小群 是有李华的很爱是真的吗 走吧 好的 你 快开车 请问您会杀华男主 是不是剧组夫妻 你是真的吗 你是 是一下 你们还不开车 是真的吗 你们是不是夫妻 请问您会走 有见书李华的很爱是真的吗 你们是 你谁啊 你回答一下好吧 你回答一下吧 杨小姐 你什么你 快下车 你回答一下 里面怎么有回答 今天这都什么剧情 这什么 你谁啊 你不认识我 你上错车了 这是我的车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不再说了你也有错啊 你又没有第一时间提醒我 快开车 人是会变的 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开车吧 对 好了 已经看不见那些狗仔和记者了 杨小姐 你可以下车了 这是哪儿啊 我要去新天地 你就这么给我扔这儿了 突然哪 我还给你送回家呀 你车上没什么偷拍的设备吧 拍什么 我拍你啊 你搞清楚啊 是你主动钻进我车里来的大姐 大姐 你叫谁大姐呢 刚才送春远回去落下来的 王总 王总 您准备去哪儿 去春野家 好的 王总 人呢 是 是我 你怎么在我家 你口红拉我车上了 我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 我 这是你拉我车上的口红 我特地给你送过来的 没想到 你还挺有情趣的嘛 今天 是我跟我男朋友的 周年纪念日 你还真幸福啊 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甜蜜了 我先走了 那我送你 好 走了 走 你还买浪漫的 喜欢吗 喜欢 这不是你闺蜜吗 每次 这也不在家吧 我看了 别哭了 为了个差男不值得的 别哭了啊 春雨 你见不直播吗 你 他谁啊 你带个男人回家啊 你谁啊 我是你爹 我 你稍微轻点 哎呦 哎呦 哎呀 很疼吧 我男朋友是教体育的 下手可能重了点 我脸不疼 但我知道你心疼 哎呦 哎呦 很痛吧 哎呦 哎呦 你看 你还说不心疼 好好的周年纪念日 却分手 是啊 我实在是看不惯 这世上竟然有比我更加的男人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都要谢谢你 你说实话 我这身手怎么样 你值 哪方面啊 怎么会有音乐声啊 嗯 哥哥你 你在学跳舞啊 我想自己念一会儿 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跳舞了 我从小就喜欢 哎对了 哥哥你帮我 好了 你跳吧 哥哥 我跳得怎么样 嗯 跳得挺好的 哎 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真的吗 谢谢哥哥 哎 什么 紫旭 直播平台那边我已经聊好了 不过最近我发现 这个女团选秀啊 是非常火爆 不管是选手的周边 还是品牌代言 都很赚钱呀 你觉得 我们应该倾助精力 在哪个赛道啊 来 来 春演 我先看到她 别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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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话谁也要生气 子絮 你看他嘛 把口红还给我朋友 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都轮不上 能轮得到你呢 还轮不上我 上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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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子絮 你现在出门 怎么还带保镖啊 别说了 主要是不想再吃体育老师的亏 子絮 你还好吗 脸还疼不疼 我没事 好多了 对了 签约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 我的平台刚起步 你有顾虑是自然的 我就不强求了 不是 子絮 我没有那个意思 有误会了 我懂 你一直不答应 不也是拒绝的一种吗 我主要是因为 违约金的事情 我会让团队去和你公司协商的 我会让团队去和你公司协商的 我给你带了咖啡 不知道你有朋友在 所以我只买了两杯 昨天你回去太晚了 怕你下午会困 特地绕路给你买的 这是我特意为你亲手做的 尝尝 我是真的有点困了 喝杯咖啡正好提提神 给你 你 子叙 子叙 你还好吗 老王啊 你这可是甜蜜的负担哪 我这是尿顿大法 刚才我吃得胃难受 行了 咱们幻熊电视台今天签约主播 你赶紧回来给我们长长眼 拿个主意啊 子叙 为什么要叫幻熊电视台 那么难听的名字呀 难听吗 我倒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呀 多可爱呀 跟子叙本人一样可爱 一把年纪 方式不可爱 说谁一把年纪呢 我说 王子叙啊 你 你 别生气了啊 我这名字是有寓意的 对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某鱼 TV 我们换球啊 就是要把鱼吃掉 这也可以啊 好了 闲话少说 赶紧先选主播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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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老爸 老爸 说白了 这颜值主播啊 就是靠领吃饭 他的才艺啊 就是表演微笑 哦 哦 哦 什么玩意儿 老爸 哎 你别小看他 他 他一句打PHA 据说能翘成一个省的养老街 啊 哈哈 你们觉得他们仨谁更合适啊 当然是选颜值主播咯 现在颜值主播流量可好了 我觉得吧 要么不选 要么就要选有特色的 主打一个差异化赛道 搞不好能开辟一条新大路哦 要我说 咱们就该选擦片主播 只有男人才懂男人 你说对吧 老王 听省洁的 不就说吧 这样剑走偏锋 其实效果还不错 老爸 直播多板块发展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主战场 游戏直播不能丢 头部主播不管花多少钱 该签的还是得签 好 反正我们刚融完A轮 账上的钱是够的 我再去联系一下 那个韩国的姓殷的主播 某鱼不是一直和我们抢吗 这回非得吃它个西湖醋鱼 这个给你 年底娱乐峰会的晚宴邀请函 没意思 一帮人在那装逼有什么好看的 大哥 今年也算是咱们彻底进入娱乐圈了 你怎么着也得去亮个相啊 再说了 我会场里有很多漂亮的女明星 你确定不去看看 你怎么这么龌龊啊 我开玩笑的 你要不愿意去 我帮你推掉吧 我觉得是该去办公司 做做宣传 我觉得是该去办公司 做做宣传 这有人了 我可是今晚的主角 我想做哪儿都可以 哥哥 陪我去天台走走吧 我想起了第一次 在天台上看你练舞的样子 哥哥 谢谢你帮我 因为你值得 也是靠你自己的努力 才有了这次出道的名额 我肯定会努力的 不让你失望 王子旭 你什么意思 杨小姐找我有事 找你有事啊 杨小姐 请问您和王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说我爸你管得着吗 这是你带来的地方吗 出去 爹地 你 你管着玩骂我是不是啊 是不是你先在网上骂我是坦兴 表面上装得道貌岸然 没想到就喜欢背地里骂人 我没背地里骂 当你面我也正要骂你是坦兴 杨月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第一次 不是我上错你的车吗 穆紫阳 喜悦的愿 穆紫阳 喜悦的愿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自我介绍了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自我介绍了 这个不重要 我给你一个选择 签入我的公司 我会让你远离无意义的通告 给你争取好资源专心演戏 给你争取好资源专心演戏 可是我的 可是我的 你了解我多少 你曾经证明过自己的演技 可你现在也需要新的机会 我可以帮到你 真的吗 相信我 合作愉快 你把杨月签下来了 我去 这可是一棵摇钱树啊 不过 这笔月签也太高了吧 知道什么呀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高 实在是高 来 以后 是不是可以让她给我介绍点 有明星的认识 瞎说什么呢你 她的片约你看了吗 选哪个好啊 当然看了呀 一个文艺片的产出比并不高啊 另外一个虽然是年轻导演 但是这几年 她的片子票房都在十亿以上 你这还犹豫什么呀 怎么样 对这次的票房满意吗 这顶流大明星出场 这票房肯定高啊 王总不是还把各大商场的 大屏包下来了 王总的支持也功不可没啊 有一个文艺片的导演联系我了 我看过剧本 你一定会喜欢的 你不趁热打铁 给我安排更多的商业片 你放心 我记得你的出席 过两天我要跑宣发 在这之前 想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 或许会对直播平台 后续发展有帮助 走了 孙旭啊 他 可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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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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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